在西伯尼亚北部的泰梅尔半岛 有一座中年埋藏在雪里的城市 那里全年的平均气温 可达零下10摄氏度 极端情况可以达到零下70度 却依然生活着十多万无法离开的居民 他们的祖辈从上世纪30年代潜入 在北极圈的永久动土层上 创建了这座城 然而城市从建成至今 都没有正式地对外开放 这里没有通往外界的公路 没有喧闹的人群 它是俄罗斯最偏远 也是最神秘的行政保密区之一 那么这座城市到底发生过什么 又为何不允许外国人进入 现在我们就走进北极圈内的超级鬼城 去了解一下 西伯尼亚是当今世界最荒凉的地区之一 它东西欧亚大陆最东端的 杰日尼奥福角 西至乌南尔山脉 南部抵达中俄交界的外星安宁 面积达到了1300多平方公里 使我过领土的1.4倍 受来自北平洋寒流和太平洋千岛寒流的影响 西伯尼亚99%的人口都集中在地区南部 还有靠近乌南尔山的一侧 而在东北部则是上千公里的无人区 正常情况下没有人会选择到这样的地方生活 上世纪20年代 苏联工业部的勘探小队来到了位于西伯尼亚北部的泰梅尔半岛 在这里的地底 他们发现了世界最大的裂金属矿船 还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 当时正值一战结束 二战将要爆发的中间节点 亚欧各国对战备的需求达到了极点 而在制造飞机、坦克、大炮的过程中 需要大量使用到镊这种金属元素 世界各国更是对镊资源实行严密的封锁与禁运 所以开发诺尼尔斯克被苏联政府列为最优先的建设项目 诺尼尔斯克处在北极圈以北300公里 这里的冬天有45天见不到太阳 夏季有65天看不见月光 每年到达这里的暴风雪和聚风天气 超过了130天以上 永久冻土层无法种植粮食 建造房屋还会导致冰城农化 地基下限 所以想要在这里开发城市的难度 不亚于到火星上造一座城 人类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1935年 苏联工业部将诺尼尔斯克的开发权 交给了古拉格集中营 这是前苏联政府机构专门负责管理全国劳改犯的监狱系统 管理的犯人包括普通的罪犯 战俘和实施破坏性行为的人 这些人就是打造极地城市的最佳人选 1935年6月 第一批一万多名劳工乘着轮船到达了诺尼尔斯克 他们的任务是要在五年时间里 将诺尼尔斯克打造成一座灭产量达到一万吨级的工业城市 作为回报 当他们完成了相应的工作 就可以减轻罪行 早日和家人团聚 但是谁也没想到 接下来才是真正地狱的开始 刚来到这里的时候 犯人们住在临时搭建的盆屋内 为了节省开支 这里的一间房子往往要挤下三到四十个人 营地外部署有铁丝网 庙万坛以及凶猛的猎犬 来到这里的每位犯人都可以获得一件棉衣 帽子还有鞋子 在棉衣的背后都清晰地印有每位犯人的预号 这些数字将伴随犯人直到刑满释放 也代表着他们来到这里的先后顺序 如果在服刑期间有人死亡 衣服会分配给下一位来到这里的人 在这座营地中 管理者如同神一般的存在 他们的心情决定了谁能获得食物 资源该如何分配 由于诺尼尔斯克的永久冻土层无法种植粮食 平时狱主们吃土豆 犯人就吃土豆皮 可怕的是土豆皮在这里都被认为是一顿美餐 这里的工作没有休息 偷懒者将被关进禁闭 禁闭期限为七到十五天 在这期间 食物量按照不参加劳动的标准供给 同时他们还要忍受寒冷 孤独和随时死亡的危险 这里就是如同地狱般的存在 出于绝望 在集中营里的囚犯 没有一个没想过逃跑 然而诺尼尔斯克独立于西伯利亚的中北部 周围没有任何村落 到最近的公路都有近一千公里 就算逃出了集中营 不是被抓到打死 也会在雪地里冻死 2021年 有一个外国媒体采访了一位 名叫伊凡纳的集中营亲历者 他20岁就被带到了集中营 每天早上 米凡拉压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出门 冻到整个背部失去了知觉 营地里没有合适的衣物 食物是严重不足 幸运的是 他在服刑期间没有遭受过污辱 只是每天要和男人们一样 从事相同的工作 在诺尼尔斯克前期建设的五年时间里 有7万多名劳工为城市建设了矿井 油田 还有一条长约114公里 通往杜金卡 燕尼赛河口岸的运输铁路 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 工人们为了按时完成工期 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4个小时 因为极度疲惫 加上营养不良 有16000多名劳工 在这里失去了生命 为了安葬逝去的工友 工人们在城市西南角的矿井下方 建造了一座万人坑 以此祭奠逝去的工人 而对于活下来的人 他们只抱有一个希望 希望能等到大赦的那一天 1956年 苏联政府关闭了古拉格管理系统 这也意味着 这里的劳工恢复了自由 他们可以选择离开 或是继续留下工作 因为诺里尔斯克是俄罗斯 来自全世界最主要的裂矿厂区 需要大量能力 所以管理者在城内 建起了漂亮的百货商场 员工休息酒吧 健身馆 温室游泳池 以及一所11年 一贯置免费教育学校 另外他们还建设了一座 上万平米的室内温室植物园 从此 当地工人可以吃到免费的新鲜蔬菜 平均工资 也比俄罗斯其他地方高出了30% 并且每年享受特定节假日长达90天 工作到45岁即可退休 原来成为了一座 所有人都认为的新城市 90年代初 苏联解体 俄罗斯大部分的国有资产 被实行了私有化 以前属于苏联的诺尼尔斯克矿业 被新成立的俄罗斯列业公司收购 新公司在城外铺设了一条近1000公里的电厂 解决了过去这里缺电缺网络的问题 这样90年代在诺尼尔斯克出生的孩子 经历了一个幸福的童年 他们可以在互联网上拍摄当地的视频 参加艺术培训 与世界各地的网友分享这座冰雪城市的奇观 但他们对这里的历史一点也不清楚 甚至连他们的父母 也不确定这里曾经到底发生了什么 诺尼尔斯克的建设是苏联时代的奇迹 他见证了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创造力 也记录着人类在面对历史大潮前的卑微与无奈 他是人类在面对磨难时放下自我 雕刻出的一件艺术品 我相信古拉格真正的历史 会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加残酷 这些劳工用血和肉堆砌出 则作建在永久冻土层上的城市 如今它也是北极圈内最大的城市 和世界最大的采矿中合体之一 诺尼尔斯克的故事 值得被更多的人所了解